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咦?好久沒見過 最近怎樣? OK啦,不差,但就很忙 學期尾嘛 哦,理解了,我也是偏偏忙完而已 不如,學期尾等你忙完 我們一起出去玩吧 好啊,可以繼續自然的香港之旅 好,沒問題,讓我計劃一下 那我不阻你了,你好好加油 不過一定要注意身體 知道了,謝謝你,你也是 喂,你最近跟你女朋友怎樣? 好像很久沒見過他了 他最近病了,不過小問題而已 他發燒 等他康復了,我叫他找你 好啊,可以一起出去玩 你記得好好照顧別人 會的啦 咦?你最近好像搬了? 好啊,乖不乖啊? 都不錯啦 周圍的環境好了很多 之前那個地方太多人了 的確是,好選擇 那我先做事啦,你加油 你也是 咦?陳老師?你最近怎樣?身體怎樣? 咦?小家? 咦?好久沒見,身體幾好 多謝關心 咦?現在做事還是讀書呀? 讀書呀,現在是廣大 廣大,好地方 那你好好加油,鼻生幾讀書唄 知道,陳老師是保重,幫我問候思母 一定 好,我們剛剛從視頻中呢 我們看見了一個在互相問候的時候 我們比如說朋友之間 或者同事之間 我們好久沒有見了 那麼我們去問候對方 我們去探聽 可以看看對方過得怎麼樣的時候 我們的一些對話的方式 那麼現在呢,我把它整理成一個文稿 然後大家可以順著這個文稿呢,去看 然後我會同時呢,解釋 裡面的一些用詞 和裡面的一些 可能是關於粵語的一種使用的文化 那麼一開始呢,我們看這個同學之間 男生一開始先說這個 好久沒有見了 好久沒有見了 這個呢是代表一種時間的長度 這個就等於說我們的好久的久 這是一種時間的一種長度 然後沒有見了 這個沒有呢,一般我們明白 在粵語之中呢 比如說 嗯 嗨不嗨 那個嗯 代表的是不字 而這個沒有在我們粵語之中呢 就代表的是沒有的意思 等於說我們好久沒有見了 那麼這個情境呢 很明顯就是一個朋友 但是呢他們已經很久沒有聯繫了 或者是很久沒有見面了 因此呢 作為一個開端開始的 好久沒有見了 你最敢定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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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點這個詞呢 在 在這個 視頻之中呢 這位男生呢 他會發音發成這個 定 定 如果我們是要完全是按照這個正式的讀法呢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有個B唇的這個M音在裡面的 這個是 粵語的 粵語的使用者 在香港和在廣州啊 這些地方的一種 發音的一種結構上的一種 一種差異 那麼你最近啊 這點就是怎麼啊 你最近怎麼樣啊 女生啊 說這個其實這 我們要明白啊 就是大家可能看 看這些港劇類的也會發現 就是 香港的那個 那個 在語句之間 他借用英文的這個情況呢 是非常多的 那麼 因此在這裡呢 我們會看見啊 一會兒我們啊 之後幾個視頻呢 我們也會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看見 女生回答是 OK啦 就是 還可以了 還可以了 不差 就是不差 就是女生說 也還可以 不算差 但是呢 就是很忙 因為呢 學期末了 我們別忘了 這個 這個 我們 我們粵語之中的那個 那個末呢 這個 這個 我們粵語之中的這個尾呢 就相當於普通話之中的 末 所以呢 這個就是 學期末了 學期末了 那麼同樣的 一種用法 比如我們說 末班車 在粵語之中呢 是 是尾班車 這種表達的 讓男生就說 嗯 那 我早安安忙完 這個 安安呢 這個 這兩個詞呢 這個雖然有口字 但這兩個詞呢 就不是一個 一個 一個語氣詞了 而是一個剛剛的意思 啊 我早安安忙完 就是 我就剛剛 忙完 等你忙完 這才出來話呢 啊 這個一起 就是一起的意思啊 就是說 我就剛剛忙完 啊 然後等你忙完呢 不如一起出去玩 女生說 好啊 可以繼續 激情的香港之旅 那麼這個 G呢 就是得的意思 女生意思說 好啊 可以繼續 之前的香港之旅 男生說 沒有問題 就是沒有問題 我該話 我計劃一下 那麼不阻礙了 你繼續忙 但又注意三台哦 男生就是可能 大概問了問情況 然後發現這女生很忙 然後呢 就覺得 還是先別打擾她了 就是大概表達了一下自己的一些 一些關心啊 就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要明白就是這些 啊 回答啊 和問題之間的他很多呢 他們都並不是在表達一個意義 而是在表達一種關系啊 那麼這個很明顯就是在表達一種關系的狀況 因此他就發現 哎 這女生在忙 那他說沒問題 我計劃一下啊 然後他就發現 哎 這個好像這個這個對話呢 應該差不多到這裡停了 其實挺好的 然後他就說 那我就不 主 就是妨礙啊 主 阻礙的阻啊 我們就我就不妨礙你了 你繼續忙 但是呢 要注意身體 然後女生就說 我知道了 謝謝你 你也是 你也是 然後這是一個同學之間 或朋友之間 好久沒見了 然後的一種表達方式 然後另一個呢 我們會發現呢 這個是可能跟同學不太相關 他可能更多的可能是一個 真的完全是一個認識幾年的朋友啊 然後我們會先談對方的一些家常 這個家常呢 這個女生開始先說 你同雷 女朋友最近定嗎 這同 這同這詞呢 就是 跟 普通話的跟 的意思 等於說 你跟你女朋友最近 定 怎麼樣啊 就是你跟你女朋友最近 怎麼樣啊 好久沒見了 這個也同樣是呢 我好久沒有見了 但是是好久沒有見到 這個男生的女朋友了 然後 男生說 啊 他最近病了 不夠小問題 不過是小問題 發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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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不用 是用 他好翻賽 我叫他問你 就是 他如果完全好了之後呢 我叫他找你 這個 好翻賽 翻賽 就等於說完全 好了 完全的意思 所以是他 他完全好了 我叫他找你 女生說 好啊 多喜歡一切出去 你給他好好照顧他 女生就說 好啊 那到時呢 可以一起出去 然後你記得呢 好好照顧他 我會跟啦 這跟啦 也是一個 一個語氣助詞啊 一個語氣詞 所以男生如果用普通話 就是 我會的了 我會的了 你回去奔走 這個是 轉換一下 話題了 然後這是 那個女生 關心完男生的狀況之後 男生 找過 反過來 關心女生的一些狀況 你好像搬了 啊 怎麼樣 關不關啊 就是 關不關啊 就是 你習慣不習慣啊 你習慣不習慣 你習慣不習慣 女生說 算是 還挺好的了 還還不錯 還可以 啊 這個 這個我們要明白啊 算猴猴的話呢 就是代表是 算是 算是很好很好的 但是如果是 就代表它的程度呢 這個好的程度呢 是有往下跌的情況的 就是說 啊 其實它就是代表是 還算可以 還算過得去 周圍環境啊 周圍環境 清三好多 周圍的環境呢 清新的很多 激情各個地方 太多人了 之前的那個地方呢 人太多了 然後男生說 的確是 然後你 我覺得你做了一個 好選擇 啊 這些很多時候呢 那個那個 我們在聊的過程中呢 這個粵語都會省去 某些的 啊 這些詞啊 字詞 所以呢 這個是的確是 好選擇 就這樣表達出來 然後女生說 那我先工作了 我先走野了 你加油 我先做東西了 這個野呢 就是東西的意思 涵蓋面非常廣啊 比如說我們 我們買野 就是我們買東西 我們走野 就是我們 我做事了啊 就這些意思 你加油啊 雷都海 這是一個朋友之間的 一個問對方 可能更多 是關於他的一種 一個 一個現在的 一個環境的 一種改變 或者對方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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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女朋友也好 或是一個親戚朋友也好 的一個關係 另一個呢 這個呢 是關於這個 比較長幼之間的 一種對話 這個對話呢 其實你看 女生一開始說 陳老師 你最近身體好嗎 陳老師 你最近身體好嗎 那麼我們發現呢 如果我們是 同季啊 或者說我們是 同輩之間 我們問同樣的問題啊 我們會問的是 你最近身體好嗎 對吧 就是你最近身體怎麼樣啊 但是如果我們 問長輩的時候 我們會更偏向 用普通話這種 書面語去表達 所以就變成了 你最近身體好嗎 你最近身體好嗎 而不會問你 你最近身體怎麼樣啊 然後這個老師就說了 李同學 李同學 好暖無見 幾好幾好 多謝關心 李同學 啊好久沒見了 然後呢 我挺好挺好的 還不錯不錯 還過得去 謝謝關心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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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句呢 是常見的了 尤其是在畢業季節 我們無論是中學畢業 或大學畢業 或是什麼 我們都會 可能會面臨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呢 是工作 還是讀書啊 走言 這個走言呢 我們剛剛其實 在上一篇呢 我們看見啊 這個我先走言了 就是我先做事情了 對吧 但是這個走言呢 在用到這個狀況下呢 就代表是工作的意思 這個是代表工作的意思 所以走言 他如果這個做 真的是代表一個動詞 而言是代表一種名詞的話 就代表我做事 我幹事做事的意思 但如果走言這兩個詞呢 合併在一塊兒 比如說跟讀書 你看很明顯的一種合併 他跟讀書的 那個那個 都應該是同屬名詞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走言呢 就代表工作的意思 等於說 以前到底是工作 還是讀書啊 那麼這個 千萬不要忘記了 這個走言 是有一個特殊的用意 在粵語之中的 然後女生 發現她原來不是工作 是讀書 讀書 現在還港大 那麼我現在就讀書了 然後我現在呢 在港大 也就是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不錯 好地方 好地方 好好讀書了 好好讀書了 女生就說 知道 陳老師你保重 幫我滿好西某 女生就說 知道 陳老師呢 這個你保重 幫我同時呢 問候一下師母 那麼這個 在這一句子呢 如果是比較偏北方的 的朋友們呢 可能會覺得 誒這個句子好像 怎麼這麼不尊重 為什麼我們 不需要您 對吧 如果是普通話之中 我們會說 陳老師啊 您保重 這一類的 但是在粵語之中呢 在課上我也說過 就是呢 我們沒有一個您 這樣的一種尊稱表達的 所以呢 我們的你呢 這已經涵蓋了 您和你 兩種表達形式 因此呢 在 我們是通過一個語境 我們去判斷 這個你呢 究竟是你尊稱 還是一種 常態的稱呼 那麼很明顯呢 這個句子之中呢 這個女生 所用這個你呢 就相等於我們的您 所以說 知道 陳老師您保重 幫我同時呢 問候師母 然後這老師說呢 一定 這是我們的一個 對於一個 互相問候的時候 一種保持關係 提升關係的一種方式的 一種用法 那麼這在粵語之中呢 我們要謹記 某些的用法的一種不同 比如像剛剛我所說的 走言 它如果是作為名詞呢 是工作的意思 而又像這個你和您呢 在粵語之中 都是你 這種表達的 那麼今天這個視頻的講解 就到這裡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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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